歡迎打開Ru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傑羅德遊戲 Gerold's Game 根據 Stephen King的同名小說改編 Netflix的原創電影 由Mike Funaka 指導 Kara Gujino Bruce Greenwood 主演 劇情是在講一對中年夫妻 Gerold和Jesse 兩個人開著車來到 秒無人烟的湖畔小屋度假 想要為兩人之間的感情 重新建立一些熱情 老公拿出手銬 將老婆靠在床上 想要玩一些比較刺激的性遊戲 結果根本都還沒開始 他就突然被寫進死亡筆基本裡面 心臟麻痺 然後就留下來被靠在床上 離不開的老婆 Jesse一人 在看完預告片之後 很吸引我的就是這個 相當令人慌張失措 無助的一個情況 而根據 Stephen King的小說改編 你就會知道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 驚悚恐怖的故事 它一定有相當多 對人性的描寫在裡面 這部電影雖然大部分的時間 都發生在那個房間 在那個床上 並不會因為場景的單一兒 顯得枯燥無聊 它有點像是127小時一樣 它利用著Jesse被困在這裡的過程當中 穿插著她自我的對話 這個在荒郊野外的木屋 好像隨時都會有人闖進來 因為主角是一個落女子 一直被困在一張床上 你會一直擔心著有人會進來傷害她 這部片也有把我帶回到小時候 那個半夜不敢一個人去上廁所的回憶裡面 好像隨時都會有人從角落跑出來一樣 是不是有人躲在那個角落 或者是那扇門的後面 這部片它不需要用什麼音效 或者是刻意嚇人的招數 它純粹就是讓我們身歷其境 去感受那股恐怖的感覺 真實的恐懼 但成功的把持一分金要給人的感覺 還有心理壓力呈現出來 我還蠻喜歡這種簡單又充滿張力 而且非常有故事性的電影 劇中的主角Jesse 除了要處理被綁在床上的危機之外 還要不斷面對著自己心魔的拷問 在生死邊緣的掙扎中 他想起生命中不願意面對的回憶 他跟父親的關係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他成為了一個發現問題時 只想要逃避 只想要裝作沒有看見 沒有發生的一個人 讓他永遠走不出他心中的恐懼 而在這部電影中 為了活下來 他必須學會戰勝自己的恐懼 成為一個更新的自己 也算是一個重生的故事 兩個主要的演員都表現得很棒 尤其是女主角卡拉克基諾 我最近剛好重看了 他在Sing City裡面的那一個片段 而在這裡 他則要展現他演員真正的實力 將Jesse這個角色表現得非常的真實 而且動人 整部電影可以說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看他在展現的演技 你會相當支持他去掙脫這個困境 而飾演Jerold的Bulles Greenwood 則是一個我相當喜歡的演員 Star Chair裡面的艦長 最近Kingsman裡面的美國總統 他還有演一部電影 也是近乎這種舞台巨事的表演 叫做《憂傷大象之歌》 當中跟他一起演對手戲的另外一個主角 則是電影金銅導演多蘭 這是一部在導演和編劇都相當成功的 Steven King小說改編電影 所有的危機感和恐懼感都是直直人心的 不需要裝神弄鬼 而且不是要嚇到你 是要讓你感到那股害怕 Jerold遊戲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以及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也別忘了找找你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想法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別忘了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